他们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 他们是活泼可爱的猛宠 是顽强忠诚的战士 朝夕相伴 为了守护我们 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 不弃不离 工作之外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生活 天网系列节目 人犬情缘 敬请关注 你们俩靠紧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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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个黑包坐到你们俩上面 三二一 还没有 老师 One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四 iki 我们以后结婚一定要有哥哥 我们这一辈子里面肯定少不了有犬 然后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刻 这么浪漫的画面里面 肯定缺不了他们 年底的工作很忙 即使是拍摄婚纱照这种事 杨绒恒也很难抽出完整的一天来给自己 因为他下午还要带着另一头搜救犬旺仔 去洗澡和复诊 这是很久之前就约好的 即便是在专业的宠物店 杨绒恒还是习惯自己动手帮旺仔洗澡 让我洗澡 1月8月份我们到犬队的第一天 然后那个郑老师就带着我们去看那些犬 就是说这里面有两条犬 然后一个是那个旺仔 还有一个是跟他同窝的一个母犬 然后我一看到这一条那种德墨 然后我们老家就说那是大狼狗 一公二大三凶猛 就说是个公的 然后德墨又大 然后感觉以后肯定是很凶猛的 我就觉得 真要把这真是金犬 我觉得我就特别喜欢 但是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杨绒恒却发现 这头叫旺仔的犬 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凶猛 很多时候旺仔表现出的 是与外表相差巨大的胆小怯怒 我第一次把他从犬舍里面带出来 刚才把他拉到那个 那个我们鸡的大门口 他就往那个地上面这么一缩 然后爪子伸出来 紧紧地抓到那个地上面 就不走了 然后一拉到那个楼梯间 感觉他又不敢上楼梯 楼梯也不敢上 然后我把它抱上去 然后抱上去之后 然后要下一手 也不敢下楼梯 又把它抱下来 后来这么抱了几次之后 我就觉得肯定不能一直这么抱 我总得让他克服这个问题 那时旺仔只有八个月 杨绒恒对于训犬 也是个完全的外行 但是他有骨子韧劲 把所有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了旺仔身上 然后我们那个犬队后面 就是有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冯场 然后那地方就没有人去 我就每天就把他 带到那个地方去 那个树 树也很厚栽 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一起 睡午觉 然后吃完晚饭 然后晚上出去的时候 也就带他那地方去 藏东西去搜索 然后去玩 然后中午基本上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睡了不觉 我都没有回宿舍 然后地方叶子很厚 然后又安静 然后就是 没有过多久 然后旺仔对我 就是感觉 激烈性特别强 我只要我把他刷在 那个地方 我离开了 可能有十多米 二十米 如果我走得慢一点 还没关系 我走得一快 他马上 他感觉他就 他就特别慌 他就在那地方 挣扎 然后就在叫 适应环境 培养胆量 增强默契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旺仔也没辜负杨荣恒 能力提高得很快 杨荣恒一面享受着旺仔的变化 一面感受到 他自己的内心 也有些细微的变化 我坐在什么地方 我躺着在什么地方 他也会跑过来 然后就躺在我旁边 然后哪也不去 然后我就这么摸他的时候 他那个尾巴就在那个 地上轻轻 就拍拍拍拍 然后感觉很舒服 他感觉很自然 旺仔的训练初见成效 他的胸性和工作欲逐步增强 最终成为了同批里面 最优秀的防暴处突犬 但是由于先天不足 旺仔的身体状况 一直不是很好 现在就是他这个 跟之前差不多 反正一直还是有点拉斜 还是 吃多了他还在拉面了 反正吃多吃少的感觉 他就是还是要有点拉 因为这个狗的话是老年狗了 而且的话也是他长期的话 是在这个围场道功能都不是很好 吃的这块一定要注意他饮食习惯 他这个周路后对还是有点白 然后脊椎萎缩还是没好转 有没有办法吗 他这种想他这种 这种情况的话 他应该是属于不可理转的 是有年龄增长 我们现在的话 这种的话就有用 给他烟换 你要是的话 给他的话跟着的话 那不太显示 如今旺仔已是茂蝶 为了让他安详晚年 杨荣恒向领导申请 把旺仔和另一头犬豆豆 放在同一间犬舍 让旺仔有一个 可以朝夕相处的朋友 有个什么动静的两条犬 一起过去一起过来的 然后感觉一睡觉啊 那些都终于在一起 我就感觉我心里要好受得多 我感觉他这个样子 也算是一种寄托了 又让他重新又找到一种 平淡的生活 平淡的乐趣 他们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 他们是活泼可爱的猛宠 是顽强忠诚的战士 朝夕相伴 为了守护我们 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 不弃不离 工作之外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生活 天网系列节目 人犬情缘 敬请关注 搜救权 全称为搜索及拯救权 是指 接受过专业训练 专门负责执行 搜索及拯救任务的工作权 最早的搜救权 出现在公元950年的瑞士 和意大利边境 这里的一位修道士 训练了一头犬 帮助救护了很多 在该山区遭遇雪灾的人们 通常情况下 搜救权在一些重大自然灾害中 能够有效地收窄搜索范围 促进搜索的效率 2008年 汶川地震后 近70头搜救权 从废墟瓦地中 救出了很多人 被人们称作 废墟天使 因为这个人和装备 它在一些救援的现场 它是没法去搜索 这个生命迹象的 这个生命太侧椅 等等这些仪器 它是在异地的环境里面 是要受到限制的 但是我们这个搜救权 它这个神迹系统 是非常发达的 它这个比人和机界的 比应该都是超过了 很多很多倍的 相较于其他工作权 搜救权的工作环境 更加复杂 需要训练的特种科目 和面临的危险也更多 绵阳市消防剧员支队搜救权小队 建立支出只有两个人 考虑到搜救权的重要性 在杨荣恒渐渐成长起来之后 领导决定 让他再去繁育基地 选一头拳 里面有条拉不拉多 黑色拉不拉多 然后在那里面又蹦又跳的 然后特别精神 然后那个还在那里面 哇哇哇叫啊 感觉那个声音特别浑厚 然后我就 第一印象我就觉得 这狗特别精神 繁育基地的工作人员 告诉杨荣恒 这头犬叫小都 刚刚已岁 性格活泼爱动 虽然杨荣恒第一眼就看上了小都 但是工作人员却不建议他选 他看着我那个样子嘛 然后黑黑瘦瘦的 然后有一点矮 然后他觉得 他肯定不是能控制得了他的那种人 他觉得不是他心目中 能控制得了小都的那种人 因为小都照他们的说法 就是一开始就比较精力旺盛 之前有很多人去挑过 就觉得他太匪了 好像我们说了 就是太活泼了 然后动力太强 然后就都没有选择他 在之前训练旺仔时 杨荣恒就体会到 胆量对一支工作犬来说 有多重要 所以这次他想选一头 和旺仔性格完全不同的犬 回到驻地的杨荣恒 刚一带着小多训练 就发现自己之前还是天真了 那个卧下 进行这么没办法 你用东西诱导他 你还没等你那个摆好姿势啊 他就已经 望着腰啊 或吓着 那个脑壳伸多么长 他就把那个球啊 或者石头已经抢到了 你要是压他嘛 压了压不动 然后他就 你越往下压 他就越往上反弹那个力量 然后我训练一个多月 都没把那个卧下 就整出来 然后我就打压 梦圈了 我就感觉 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啊 在他身上根本用不了 一个简单的卧科目 就让杨荣恒教了一个多月 也没整成型 与旺仔截然相反的性格特质 使得杨荣恒之前的训练方 都失效了 对于刚入行不久的杨荣恒来说 是个不小的打击 训练这个东西要悬训进进 不能说是 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就是不是说一天两天 就能弄出来 然后还是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来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去做 然后 就是还是 他还是慢慢慢慢的 还是还是有点进步嘛 起码是 坐卧地啊 这些他都出来了 然后他最喜欢的科目 就是那个废教 你不喊他叫他自己的 可以叫一天 你喊他叫他 叫他更开心 在随后的训练中 杨荣恒惊喜地发现 小多 虽然在基础训练中 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在专业训练时 却表现出 一乎寻常的天赋 最明显的 就是废墟搜救 但是实用科目 这个香蹄搜索 还有废墟 这两个科目 是我最满意的 我觉得 然后也确实 他那个动力特别强 然后到了废墟上面 表现得特别好 把那个球啊 或者物品 也藏在废墟里面 他搜得特别仔细 然后 也特别自信 那个上了废墟之后 那个尾巴就刷在那里摇 然后鼻子就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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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 能把那废墟的灰的吹起来 听得见他那个鼻子 那个无论那个声音 呼呼呼的那个声音 然后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去 那个废墟上去训练 然后训练多了之后 他就那个爪子呀 鼻子呀 那些关节上 那些毛啊 很多都磨掉了 然后就磨了 长了一层茧 在一天天的朝夕相处中 杨荣恒对小多寄予的希望 越来越大 和小多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他每天废寝忘时地 带着小多训练 准备带着他一起南征北战 救人于危难之时 让他没想到的是 意外突然来临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 往常因为我基本上 我都是第一个到犬舍 平时都是 然后一到犬舍 然后第一个能听到叫的 肯定是小多 然后我一到犬舍门口 我一到那个大门口 早上我到大门口 我就没听到里面 有狗的叫声传过来 我也没太在意 但是我觉得有点 怎么跟平时不一样 杨如恒没有多想 赵丽打开小多犬舍的门 把食物给小多放在门口 他等着小多 像平时一样扑过来 我喊他一声 然后他就没有动 然后我就感觉有点意外 我就有一种最坏的想法 然后我就没肯定 我不敢肯定 然后又走出来 我就喊完 我说你快进去给我看呀 我说小多咋不动了呢 他说咋回事 你快进去给我看呀 我就不敢进去了 然后王华君进去之后 他就出来 他就说好像就死了 我说我再说了 我说什么呢 我说小多咋糊 我说什么 我说你到ؤ那 你那个这样子 我说我说你 你哪帮我 你不要转开 我说老是我 我 直接 你就 那我 Sad 我说你 不敢 我说你 那肯定要承担责任 然后 起码的你要搞清楚 是什么个状况 然后就说 让我亲自就是 把他原因找出来 那就说明了就是 让我自己 就去把他解码 找出问题 但是 还是 还是 就算完成一样 完成这个任务一样 就把这个 刀子下去 就是不是小多 它不是小多 他们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 他们是活泼可爱的蒙宠 是顽强忠诚的战士 朝夕相伴 为了守护我们 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 不弃不离 工作之外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生活 天王系列节目 人犬情缘 敬请关注 经过解剖 受医判断 小多的死因应该是胃扩张 也叫胃扭转 是在动物临床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它这个胃的话说来就是 不在它眼前的位置 可能就是翻了一个面 或者翻两个面 然后的话说来就 导致着油门的堵死 胃扩张 严格意义上来说 更算是一种意外 一般是因为 犬在饱食后 剧烈运动引起的 想到每一次吃过饭后 小多兴奋地蹦蹦跳跳 杨荣衡既伤心又自责 他觉得 自己平时对小多要求太高 以至于小多的情绪 一直处在亢奋状态 这才导致了意外的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我放在坑道里面 然后就把外面就用草啊 板子啊 装那些 把那些所有的缝全部盖起来 里面就黑蒙蒙的一片 然后当时我在里面我就哭了 小多去世后 杨蓉恒把小多的名牌珍藏了起来 把他曾经使用过的餐盆 玩具都收好 和小多葬葬在一起 一个是我 一个是球 他可以不吃东西 但是他不能离开我 不能离开那个球 我就把那个球放在他嘴边 就把它埋了 然后把另外用的那些东西 全部拿个盒子 就埋在边上 一起把它埋了 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 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 那些都是属于他的东西 就让他带走就行了 不能咬 这个不能咬啊 听到没有 咬这个是坏孩子啊 不能咬知道不 要听话啊 这个咬不得啊 咬不得 咬不得 咬不得啊 咬不得 这个老咬浓些 听到没有 小多走后 杨龙恒必须再带一头心犬 他有意无意地 避开了他熟悉的拉布拉多 选择了一头马犬 给他取名叫风暴 好 杨龙恒在对待风暴时 转变了一种心态 他不再单纯地 把风暴当作战友和伙伴 而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悉心呵护 我一天就把他抱着啊 然后踹着啊 然后到哪里都把他带着 然后宿舍里面我就把他 那时候我们 就在宿舍里面吧 我就把他 在宿船那个船底下 铺了个毯子 铺了个毯子 然后就在他睡下面 风暴就像是一个被大人宠着的孩子 开始肆无忌惮地撒娇 同时他也对杨龙恒表现出了强烈的依赖情绪 看这是哪个弄嘞 是不是你蹦上去了啊 你咋又不听话了嘞 看这儿 这是不是你弄嘞 嗯 哪看你往上跳嘞 嗯 踩脏了你不晓得啊 看你睡底下的嘛 你睡底下我睡高头 是 清楚没有 嗯 杨龙恒没有一味纵容风暴 而是从各种细节认真教导 他们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 他们是活泼可爱的猛宠 是顽强忠诚的战士 朝夕相伴 为了守护我们 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 武器不离 工作之外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生活 天网系列节目 人犬情缘 敬请关注 2013年3月份的一天 杨龙恒带风暴 进行墙外竖梯攀登训练时 意外发生了 然后那天刚好要 他已经爬到二楼 爬到二楼 然后要从那个富兰 往里面跨的时候 后脚就 没有蹬到那个楼梯 他一下子往下落 然后我就去 我就去用手去抱他 然后人灵带拳 就往地下滚 往地下滚 然后他可能是在 翻滚的过程当 那个指甲可能是 勾在那个 我把那个铁丝里面 全是血 全是血 然后我就知道 他肯定受伤了 我就赶紧看到 到底是哪里伤到了 然后就看 把那个前脚拿起 连肉带那个指甲 整块就掉了 就像是老天爷的 刻意安排 在后来的训练中 风暴经常受伤 看着风暴身上 大大小小的伤口 杨荣恒非常心疼 于是 开始自学一些兽医知识 以便应对风暴的各种意外 虽然 犬队能满足犬肢的基本需求 但为了让风暴 有一个更舒服的环境 杨荣恒特意用津贴 给他办了宠物店的护理卡 当时李婷是宠物店的店长 对犬类护理很有心得 杨荣恒虚心地向他请教 如何对受伤的犬进行护理 总说是只动物在炎热 你们训练那个香气废墟 我当时是一国人开店嘛 完了就挺忙的 所以说他每次来的时候都派对 然后派对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我聊天 就问我为啥只一国人开店 为啥只要组这个行业之间 然后慢慢聊聊聊 就觉得两个人 你那种兴趣爱好 那些看很多事情的观点 那些都比较相同嘛 然后就慢慢地就成朋友了 包子 每次去年的时候 你要先把这个博拳给他带进去 看见杨荣恒 每天与那些威武霸气的搜救犬 朝夕相处 李婷非常羡慕 机缘巧合 绵阳市公安局警犬大队 警犬训导员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李婷决定去试一试 没想到一试就成功了 李婷关掉了收益还不错的宠物店 也成为了一名训犬员 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三点 一场特大暴雨 袭击了四川梁山浦阁县 五道庆乡 洛果村和沙河墨村 2017年8月8日凌晨6点左右 四川省梁山州浦阁县 突发泥石流灾害 灾害造成157户 577人不同程度受灾 当时正在参加集训的杨荣恒 接到救灾任务 就和集训队的战友 第一时间赶往灾害现场 对 因为刚开始接到命令的时候 也不知道说是 泥浆有那么的吸筹 因为之前的一些救援当中 就是可以用那种钢线杖法 就是用那个铁锹那些 然后在那个泥浆上面打孔 然后插孔下去 插下去之后 把那个就是插些洞 插些洞 然后就下面 如果下面还有空间的话 然后下面的气氛 就会跟着那个洞里面散发出来 但是那一天去了之后 就是泥浆水分特别大 干线插下去之后 拔出来 然后那个洞又恢复原样了 所以根本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风暴依然表现出 非常急切的工作欲望 对杨如恒的每一条口令 都俐落地执行 把他带到废墟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做出那个 让他去搜索的那种口令跟指示 然后他就很急切 要上去上面去搜 然后他一开 一脉到那个泥浆上面 然后四只脚 然后就插进去了 然后他又使劲跳 然后跳出来又插进去了 跳出来又插进去了 然后根本就 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挣扎挣扎 然后就根本就没办法用鼻子 只有顾自己 从那个泥浆里面 把自己拔出来 就在任务结束后 李婷特意带着礼物去慰问 然后我就带了一包零食 然后就是几个球球 都是勾勾的零食 完了就过去了 过去他在路上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你怎么就没有看到我了 你给我带些什么东西 我说我一样都没给你带 从望在身上 杨荣恒学会了耐心和细致 从小多身上 他懂得了承担和勇气 近十年的训导员生涯 杨荣恒和犬一起成长成熟 犬也让他感受到 另外一种体位人生的方式 我就没有把它当成一条犬 我觉得他是我的家人 我的一个生活的伙伴 我觉得 在他跟前我就比较释然 我就感觉比较放松 在他那里 我感觉他特别需要我 他既然那么需要我 我也就觉得 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然后特别愿意去满足他 这是2017年5月 原四川省绵阳市消防支队宣传科 根据搜救犬的真实故事 改编的微电影 主人公辛巴的身上 集合了很多搜救犬的故事 其中最感人的 就是辛巴的训导员面临退伍 人选分别的那一场 主人公司 在杨绒恒看来 他比很多战友都要幸运 目前消防部门已经整体转立 消防员虽然不是终身制 但是和之前比 多了很多留下来的机会 杨绒恒和李廷 计划在2019年3月份举行婚礼 那时他们又会踏入 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关于未来 杨绒恒和李廷有很多设想 但是所有的设想里 都包含了一个内容 他们一定会养属于自己的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 他们是活泼可爱的猛宠 是顽强忠诚的战士 朝夕相伴 为了守护我们 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 武器不离 工作之外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生活 天网系列节目 人犬情缘 敬请关注